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不管怎么样 你都要明白 无论当下的环境有多么的艰难 这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与他人毫无关系 如果你想变得更好 就需要提升自我 这八个小习惯希望能帮助到你 今天一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提高自我的八个习惯 请逼自己一把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一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一 每天坚持读书 也许人一天不吃饭 肚子会挨饿 如果一天不读书 思想就会变得平庸 许多时刻 我们觉得迷茫和困顿 甚至变得浮躁和焦虑 恰恰是因为 我们读书不多 才会有诸多杂念和烦恼 读书也许不能使人变得富有 但却可以让一个人变得开阔 变得智慧 变得通透 富有诗书气自华 经常读书 气质自然变了 慢慢就像怀孕一样 怀才了 许多时候你以为读过的很多书籍 都成了过眼云烟 不复记忆 其实它们仍是潜在的 并且随时都可以用在能用到的地方 它们虽然不能立马帮你解决问题 但能够增长你的见识 让你的谈吐更有结 它们无法让你变得更漂亮 但能够给你增加一抹书卷气 令你的气质更出众 读书多了 你和爱人在生活中不只有柴米油盐酱醋茶可以谈论 还有琴棋书画 十九花 刻意言说 王阳明 曾国藩 这两位学问和士工都卓有成就的大闲 其实很多智慧都来自书中 王阳明爱读书 他三十七岁被贬到贵阳农场 这个地方的人很野蛮 没有接受什么教化 他想应该教这些野人读读书 随身行李都丢了 哪有书呢 于是自己默写 把他读过的书一字一字地写出来 他想教野人们读《易经》 他就把整部《易经》写出来 当然 王阳明读书不是死记硬背 而是强调借读书发明我们自己的本心 读书的目的就是培养自家心体 治良知 曾国藩则说 人之气质 由于天生 很难改变 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 骨质精于向法者 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 读书可以变化人的气质 甚至改变一个人的骨相 每天在闲暇之余 至少抽一个小时读读书 日积月累后 你会发现自己会有脱胎换骨般的进步和变化 二 每天坚持运动 俗话说 生命在于运动 如今许多人整天忙于工作 常常久坐不动 不仅严重影响了身体健康 甚至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适当地散散步 走走路 多活动筋骨 身体好了 一切才有资本和底气 没了身体 一切都失去了价值和意义 在你的印象里 年近80岁的老人应该是什么样的 步履蹒跚 走落带船 腰背弯曲 都不是 因为有位奶奶打破了我们对老人的固有认知 79岁的老太太 邹家明 因为一组运动视频 占据了微博热搜榜 视频中的邹奶奶身强体壮 头发浓密乌黑 做起运动来一点都不含糊 完全看不出年纪 据透露 邹奶奶每天的必修运动课时 六分钟平板支撑 一百个仰卧起坐 正反跳绳 一套运动下来 大汗淋漓 这体能素质 让人瞠目结舌 因为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 邹奶奶极少伤病 十四年来的病例本 只有七页 邹奶奶说 没人不会老 重要的是用什么方式去完成变老的过程 如此优秀的奶奶被报到后 夸奖之余 剩下的就是羡慕嫉妒 每天花点时间运动和健身 看似没必要 其实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远离疾病和伤痛 比什么都重要 三 每天坚持反省 俗话说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缺点 也许是在待人上不够周到和礼貌 也许是在做事上考虑得不够周到和细心 也许是在个人的成长上 还有些懒惰 拖延和懈怠 其实 每天我们都应该学会自我反省 做得好的地方要保持 做得不好的地方要改正 唯有不断去更新自己 不断去提升自己 你才能不断地进步 也才能不断地变得愈加完善 四 每天坚持微笑 无论你今天遇到了多难的事 一个人一旦保持了微笑 既会给人带来快乐 也会让自己感到愉快 没有人喜欢一张苦哈哈的脸 也没有喜欢一个负能量的人 当你把正能量传递给别人时 自己也收获了一份好心情 对人多微笑 你就不会感到那么难 对自己都微笑 你就会变得越来越阳光和自信 五 每天坚持早起 一个人早起的状态 会影响一整天的状态 你起得越晚 越容易出错和慌乱 为了赶时间 你可能会忘了吃早饭 或者敷衍对待 也可能忘了带重要的东西 甚至丢三落四 没有收拾 但你越早起 越能从容地去面对所有事 你可以利用早起的时间锻炼身体 看看书 也可以早一步出门上班 既不拥堵 也不会迟到 如果有一句话说 我未曾见过一个早起勤奋 谨慎诚实的人 抱怨命运不好 良好的品格 优良的习惯 坚强的意志 是不会被假设所谓的命运击败的 六 每天坚持早睡 如今许多人 晚上总是熬夜 不是在玩手机 就是在吃宵夜 要么就是辗转反侧 睡不着 其实 无论你白天 有再多的事 没有处理完 也无论你有天大的事 压在心上 该休息时 一定要休息 只有保证了良好的睡眠 形成了良好的作息习惯 你才有更好的精力和体力 去面对和处理 更大的麻烦和难题 七 每天保持好形象 每一天醒来 无论是出门 还是在家 都要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 整整节节 大大方方的 不需要浓妆艳抹 也不需要西装革履 更不需要穿戴的有名贵 其实保持一个好的形象 是对自己和他人的尊重 有一句话说 没人有义务 透过你邋遢的外表 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在 每个人都愿意跟一个 看起来美好的人交往 并且每天稍微打扮 和修整一下自己 也会让你显得更有精气神 八 每天保持好心态 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 许多不顺心的人和事 有时你越是去计较 越是去纠缠 越是去执着 越会让自己 活得烦恼和痛苦 当你把心放宽 把心放大 把心放平 就会发现 在这个世上 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坎 因为你开心过是一天 你不开心过也是一天 既然无法逃避 既然已经发生 还不如坦坦然然去面对 也许要做到 以上八个习惯非常难 但当你做到了自律 做到了坚持 也就能拥有 更加美好的人生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